让丁尼给他们照相 好 下面我们要看到即将上场的是 加拿大选手劳伦斯和斯维格尔斯 今年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第三名获得者 短节目之后排名第二位 他们也是这次四大洲赛有实力争夺奖牌的选手 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四大洲的比赛 他们的自由华音乐来自于2004年的美国惊悚片 居魔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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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他很多舞蹈的编排都做得非常好 先不说技术 他们这套编舞编得特别好 首先来看他有很多造型 比如说男选手用双手做一个施魔法的造型 然后把女选手吸引到自己的身怀中 然后导入怀中 包括他有一些像这个吸血鬼 咧着牙 就是在女选手的颈部这样的一个造型 包括他刚开始我们回放中看到的 他将女选手架空抬起 这样的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电影的话会能够明白他这个舞蹈编排的含义 从技术上看没有太大的失误 完成的是非常不错的一套节目 而且这套节目不但做得好 而且编得好 所以他节目内容分也不会低 结束造型 他们的教练和编舞呢 不算特别大盘 但是能看得出来这套节目很用心 教练是霍勒 编舞是福尔多 好 来看一下劳伦斯和斯维格尔斯这套自由滑的技术分 58.20节目6分 53.55滑出了111.75分本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 总成绩是171.73分 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他们这个赛季的最高分 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双人滑历史最高分